周艾成 你还好吧 我好着呢 我现在人很安全 任务也完成了 就给你打个电话 让你不要太挂心对不起 这段时间又睡不好了吧 我真没事 就是这任务要求高度保密 中途不能和你联系 周艾成的声音听着精神还不错 刁冰冰最大的石头落地 也有心情开玩笑 不仅要人安全 还要完完整整的 你还怀疑我本是完完整整的 油皮都没蹭掉一块 说话声音在大点 刁冰冰说不定就信了 还没揭穿周艾成 能打这个电话比啥都强 刁冰冰放柔了声音 我还有一个月就回国了 你等我回去 两人腻歪了几句 周艾成一不舍挂了电话 他还不忘叮嘱白珍珠 千万别告诉冰冰我和三哥受了伤 一定要白珍珠答应了 周艾成才放心婚睡过去 这个同志意志力好强 真能忍 周艾成的伤没比潘宝华轻多少 这不仅是意志力强 他是要管潘宝华 又怕冰冰担心 不把一切安排好 他不敢倒了 白珍珠不当兵 但他敬佩军援 三哥 你醒啦 珍珠妹子 我睡很久了 不久不久才三天 三哥你身体素质好 白珍珠不是在讽刺 潘宝华的伤口感染了 高热不退 医生下过病危 周艾成了 周艾成已经过来 周艾成换上了军装 带着好几个人来的 养伤为重周艾成同志 已经向我们说明了情况 等你出院后 再交一份详细的文字 说明材料上来潘宝华同志 你所做的一切不会被我们忘记 功过会斟酌定性 现在我要征求你个人的意见 首长 我愿意归队 周艾成有效益 首长也高兴 安心养伤 争取早日出院 再正式归队 首长又说了几句 勉励潘宝华的话 就带着人先走 潘宝华自牙咧嘴 你的小子看样子真要和老子进到同一级别了 哎呦好嫉妒 难道真是老了 身体没有年轻人恢复的快同样是受伤 你小子三天就能下床了 老子还在病床上躺着 三哥 还是等你好了 咱俩再较量吧 和潘宝华升到同一个级别是不可能的 潘宝华做事冲动犯过错误 要没有重伤江武的事 他现在没准已经扛一心 被人叫做首长 而不是叫别人首长了 等老子回部队 金领江家腊全 肯定下的晚上都睡不好觉 这倒是真的 江家就没想过潘三哥还能回部队吧 他们应该庆幸 养出了江武那样的畜生 还逮不出好损 养出了不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江炎 潘宝华哼了一声 我上次去美国看江炎 医生说江炎恢复得很好 江家早晚会后悔 江武给江家带来吃了 江炎才会替江家增添光彩 潘宝华说着 忽然又扭头 珍珠妹子 这次真是要谢你 三哥 我一直都很倾慕 你这样的大英雄 能为你做点小事很开心 说谢谢就太见外了 没把我当朋友 很倾慕三哥周爱诚心中一动 忍不住去看白珍珠 你说的对朋友之间 不用这样假惺惺客气 珍珠妹子 我不见把你朋友 我觉得咱俩这脾气 能当异性兄弟 周爱诚看着白珍珠 又看看潘宝华 俩人都笑得挺开心 所以 是他想多了 不过三哥呀 人家是个女同志呢 你这操作 真是神特们异性兄弟 周爱诚后来把事情讲给刁冰冰听 刁冰冰也一阵无语 我看三哥的样子 并没有开玩笑 江言没有解决个人感情问题 三哥的承诺绝对有效 说到江言 周爱诚就不敢置身了 聪明的男人必须要有求生欲 周爱诚转移了话题 媳妇 你马上要考试了 是不是考完试就回国 考完了过两天吧 我也把美国这边的事处理一下 在美国一年 她认识了新的朋友 有了新的羁绊 等你回国时 我去接你 刁冰冰忍痛拒绝 我知道你今年没什么假期了 还是把仅剩不多的假期 留到春节吧 你要回家看望下老人的 等我回国 是我的假期比较长 我可以去部队看你 周爱诚感激刁冰冰的理解 刁 你真的不能留下吗 刁 如果你愿意留在康奈尔 学院一定会同意 你可以从交换生变成留学生上帝 一想到你要回华国去 我就非常难受 你舍得我们骂 舍得麦卡锡教授和康奈尔吗 刁冰冰舍不得 他的鼻头有点酸 还努力保持微笑 说什么傻话 你们也知道 我是做事有计划的人 一年交换生 就是我的计划 我虽然回了华国 并不代表我以后都不能来美国呀 科技进步多快 以后交通会更便利 通讯也会更便利 我的朋友们 我们不会断了联系的 麦卡锡远远看着这个华国学生 拒绝了他的邀请 毕无反顾地要离开康奈尔 回到华国去 周一在语言学校 已经考过了108级 其位付出了太多 鞭策着 鼓励着周一学习 过两天 我就能申请109级考试了 通过了109级 我可以申请社区大学 周一姐 没问题的 那是 我要快点考完109级 其位说我至少得通过111级 跃到后面越难 这烂尼 送到美国后 能捏出点形状来了 他自己提高了期望值 周家人对他的要求也变高了 烂尼还能抢救下 也不枉刁兵兵费的心思 109级以后 是越来越难 是量变和质变的差别 想进稍微好点的大学 英语水平真的不能差 多在语言学校打打基础是对的 争取一口气 把111级考过 我相信你可以办到 说真的 我都没想到你能考这么快 你就算现在回国 别的不说 也是多掌握了一门语言 比同力力强多了吧 你放心 我肯定不放松自己 你回国后就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 是不是好消息 刁冰冰决定拭目以待 刁冰冰又去见了陈庆 最近过的怎么样 过得还行 没有缺课 上课 认真学 下课 努力打工攒钱 现在想起来 之前做的错事 就像在梦游 我也后悔 可我就算以死谢罪 也不能还上我从家里骗到的钱 韩景不愿在秦迪面前输了阵仗 抢了陈庆的话头 他把各种补助都省了下来 加上打黑公仔的钱 已经挥了两千美元回国 我们肯定能还上他从家里拿的钱 刁冰冰暗暗点头 陈庆和韩景倒比从前更亲密些 我要回国了 希望你不要让陈爷爷再次失望 男子和大丈夫跌倒一次没关系 做啥事都累落点 祝你们在美国学业顺利 感情幸福 冰冰 你也保重 以后我们还有相见的时候 希望到那时 我已经弥补自己犯的错误 能堂堂正正地回老家 下午三点 可尼迪机场 刁冰冰登机 温家人在机场为他送别 戴希三人没来 马修却来了 你在GMP的工作 基本上也落实了 如果工作不开心 你也可以考虑来 算了 当我没说吧 在GMP好好干 你可别把麦卡西教授的话当真 以为我回华国 就会被你们撇下 将来再见面 你还是只能给我当助手 岂不是很尴尬 多伤胆的离别气氛啊 被刁冰冰这样一说全没了 马修好想打人 先生 您需要喝一杯奶茶吗 酷 一杯咖啡 今天是刁小姐回国的日子 哎 刁小姐在美国一年 先生没有丝毫机会 觉得以后的机会更渺茫 张一元会死在香港 不在哈罗德意料中 张一元一死 老伊万失去了大大的助力 哈罗德哪有空去撩刁冰冰 老伊万和新西亚没空去找刁冰冰的麻烦 因为他们快被哈罗德逼得没有立脚的地方 跨国的高尔夫球场 进行的如何 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 只是球场旁的住宅 您说了要慢慢开发 当然要慢慢开发 一口气放出去那么多房子 会把鹏城的商品房市场狠狠冲击 现在还不是最好的出手时机 我们再观望一下鹏城的市场状况 艾伦 你看一下我的行程 过段时间 我们去华国一趟 哈罗德先生又要追到华国去吗 杜兆辉又多了一个小妈 报纸上写杜称荣宠爱新进门的武尼泰 曾经的灰姑娘传奇四一太已经失宠 报道煞有其事的在分析这位武尼泰的出现 会不会影响杜家的家产分配 刁冰冰倒觉得影响不大 嗯 还是有哪里不对劲 对杜兆辉有什么影响 现在不知道 多少还是影响了杜兆姬吧 这个武尼泰进门后 杜兆姬的在鹏城投资的资金出了问题 这时 杜家三房一太的同盟出了问题啊 刁冰冰隐隐有个感觉 武尼泰没准就是杜兆辉倒的鬼 杜家的关系一团乱 如果杜兆辉被养歪了 那也是杜兆荣的功劳 刁冰冰把报纸看完 还有个他认识的人 唐元月的前未婚妻和纸童被爆出新恋情 把唐元月说得惨兮兮的 说他没有颜面 以至要离港避难 都是扯淡 唐元月的美华公司 本来就是在内地发展 那是什么离港避难 生意人当然是哪里能赚钱 就跑哪里咯 过了海关 刁总 刁总 刘丽谨想表现的好一点 您现在是要先回家吗 不 不回家 我先去公司 启航的新项目早就动工了 就是回家他睡不踏实 一路上 游历都在拿本附计 刁冰冰的行程 要靠他这个秘书来协调 我要回一趟商都 在安庆宇中放寒假前 要回京城 同样要在华清大学放假前 需要回校报到 电子广场 徐静和马海的进度 还有建材店的 这就是刁总的日程吗 成功果然没有偶然 像刁总这么聪明的人 依然付出了 常人难以想象的经历 我不敢懈怠 刁总是个好人 就像少光荣一样的好人 但我也不能因为对方人好 就厚着脸皮 在公司站着职位 领着薪水啊 小游 到了公司还习惯吗 习惯 刁总 葛经理和公司 其他同事都很照顾我 你别紧张 我就是问一问 我想 我们不是 简单的雇佣关系 在你进公司以前 我们就是朋友了对吗 刁总是什么意思呢 游历挺紧张 腰总 您是不是有什么话 要叮嘱我 则 他就说这小姑娘 挺聪明的嘛 腰冰冰点头 我想告诉你 你为我工作 这不影响我们 从前的友情 随着我们一起 工作的时间变长 这份友情 还会更深厚 但是 公事和私事 你一定要分清楚 我个人喜欢身边的人 多干事少说话 这意思 不是你给我当秘书 不能说话 我也是人 也会有遗漏犯错误 所以我需要一个秘书 在身边提醒我 协助我工作 这就是你的正常工作范畴 是你该说的话 你是我秘书 很多时候 我们会同进同出 不管是我的私事 还是公司的事 你要拿捏好尺度 能对谁讲 能讲多少 知道吗 有力表情激动 毫无愤慨 腰总这是提点他 腰总 我懂得 在公司您是老板 在生活里 我把您当姐姐看待 不管您对我说什么 肯定是为了我好 我一定管好自己的嘴巴 做好自己分内事 不错 的确是个一点就透的苗子 说完小油 雕冰冰又去说葛剑 你现在也是经理级的人物 今天是特礼 以后再有什么接送你就让司机来 公司里不是有专制司机了吗 知道了 腰总 葛剑这个梦葫芦 多半还是没听进去的 雕冰冰一路到公司 英经川早等着了 腰总 银行同意了 起行的贷款申请 最终批下来的是 2800万贷款额度 还有一件事 潘主任升职了 现在是捧城分行的副行长 哦 那可要恭喜潘行长了 真和那个新主的合作啊 我一看那人就后背发凉 还有他是承轩男朋友 承轩捣鬼怎么办 当然是真的合作 徐叔把钱给投了进去 若股协议也准备好了 只等着我签字 除了45号小楼的产权 额外出了150万美元 占18%的股份 舅舅 我不会和这位朱老板 一起合作太久的 投资不一定是长期持有 等亚西亚商场建成 如果能获利 我就会卖掉亚西亚的股份 刘虎还是挺担心 那个姓朱的 看起来就不太好对付 冰冰想占完便宜就跑 可行吗 但刘虎也没说 刁冰冰回来第二天 该知道的人都知道了 这有人就忍耐不住要躁动 杜兆辉换了一身新西装 邀约刁冰冰吃饭盘正式 大少爷 武仪泰的事 您真的不打算告诉刁小姐吗 刁小姐在国外还能瞒着 现在回了国 鹏城离香港那么近 难保刁小姐会看见那些八卦报道 虽然刁冰冰整容加上打扮 可从前判若两人 但只抱不住火 估计这还用你说吗 来到启航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 你知不知道 我家老头子又娶了个武仪泰 嗯 知道啊 看报纸上写了 其实那个武仪泰你也认识 就是刁荣荣 杜 杜兆辉 你可是和我说好了 等你赢了杜二少 要把刁荣荣交给我处置的 结果你送他去当你小妈 刁荣荣挺作妖的 以前就是 真本是没有 稍微站点上风 就要伸长了手管刁冰冰的事 这女人格局不大 恶心人却有一套一套的手法 杜家本来就半黑不白的 刁荣荣这下简直要如鱼得水 刁冰冰着急 杜兆辉赶紧解释 我没说要毁约啊 等把杜兆金纳普接赢了 肯定把刁荣荣交给你处置 我又不傻 让他去当我小妈 享受富贵生活 他就是发挥点最后的作用 你可别算旧账啊 那时候咱们可不是合作伙伴 我是看刁荣荣脸皮挺厚的 送上门的棋子 不用白不用 我没空和你翻旧账 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多金贵 刁荣荣为了出头 居然去尾身给一个 刁长征年龄都大的老男人 刁荣荣做这么大的牺牲 难道就为了给杜兆辉当妻子吗 刁冰冰不敢那么乐观 杜兆辉 你要是小看刁荣荣那个女人 你会吃大亏的 她以前可能要攀附着你 才能在香港生活 但她现在成了你爸的武姨太 她可以换一条大树去攀 她想背叛 她偷渡到香港 是我包办的 刁荣医生是我安排的 我自然有拿捏她的办法 总之 再等一个多月 我就能把她交给你 刁冰冰笑笑没说话 杜兆辉是死鸭子嘴硬 别说一个多月 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变数也大着 谁信任刁荣荣 谁就要倒霉 刁冰冰已经提醒过杜兆辉 杜兆辉要是不听 她也没办法 这样一打岔 杜兆辉也没有心情谈电子广场的事 两人重新约定了时间 等她一走 刁冰冰就叫住游吏 小游 你替我收集一下这段时间 香港那边和杜佳有关的报纸 特别是讲杜佳武一泰的报道 能有她的正面照片最好 好的雕总 袁科 袁科好酒量 您再来一杯 袁科长 您这就补张衣了吧 怎么能只和他经的就 不和我经您的 袁科长 我干了 您随意 袁汉红光满脸 呼吸都带着酒气 他终于从那个偏远的鬼地方调动了工作 还成了小有权力的科长 袁汉感激周家吗 不 这一切都是他应得的 是他忍辱负重 才换来这一点好处 袁科长是京城某个领导的女婿 至于是哪个领导就不说了 就是在鹏城 袁科长也不是没有仰仗 鹏城市长还是袁科长的亲戚 袁汉这货本来就想抱大腿 在心里讨厌着刁冰冰 可到了鹏城 他又要借刁冰冰的事 借汤红恩的事 汤叔 袁汉这事是我惹的麻烦 我去处理 这样的小事哪里需要专门处理 想和我攀亲戚的也不只是一个 他要是敢打着我的旗号违法乱计 我才不会管他是不是周家女婿 到时候就知道 当他的亲戚 不仅得不到宽容 还会从重从严处理 周家也不想要这个女婿 就是想把他踢走呢 不过您说的对 我们和周家本来也还没当上亲戚 你知道就好 小小的袁汉 汤红恩都懒得多看这样的人也 他不在乎袁汉在外面胡舍什么 老汤是觉得周家那些人真不见外 冰冰只是和周爱诚处对象 还没嫁给周爱诚 周家就把周姨送去美国 周家叫不好女儿 行啥要让冰冰给他们操心 冰冰比那周姨岁数还小呢 汤红恩不是对冰冰有意见 他早知道这丫头油滑归油滑 其实对亲近的人心软得很 他是对周家人不舒服 刁冰冰就吩咐游礼 我还要见叶小琼一面 面对面那种 你替我约一约他 叶小琼到底什么时候动手了 刁冰冰都替他着急 刁总 你吩咐我收集的香港报纸 我都给您带来了 刁冰冰捡起一张报纸 腮帮子隐隐作痛 刁冰冰这是削掉了多少骨头啊 从圆脸变小尖脸 一下子成为了杜春蓉的新丑 刁冰冰应该很飘飘然吧 这女人一飘 就难免要作妖 小辉真是走了一步烂棋 冰冰 你来了 我们上回见面 还是在美国吧 你去纽约看周姨那一回 本来我上次回国探亲 我们就该好好见面谈谈 算了 不说那些 你见过袁翰了吗 叶小琼脸上浮现出嘲讽 见过生殖佳心 当上了歌掌 好顾风光 叶小琼见到袁翰的一瞬间 差点没忍住 甚至不想慢慢折磨袁翰 反而由谷马上拿到 把袁翰捅嘎的冲动 好不容易才忍住了 被刁冰冰这一问 仇恨又在她心头翻涌 叶小琼脸皱眉 小琼 如果你现在不能平复心情 我建议你 还是放弃这个计划 我肯定要进行的 一个打扮时髦的年轻女人 从隔壁桌站起来 老板 你再怀疑我的实力呀 人家可是参加过 TVB艺人培训班的 不就是演富佳千金 套个没见过世面的摔子哥 老板你让演老玉我没演技 也有钱大小姐还不好演吗 叶小琼被这风尘女给说笑 这特么真是TVB演艺培训班 对黑的最惨的一次 失敬失敬 树叶有专攻 我不该质疑你的专业素养 叶叶你别担心 我会尽快动手的 就是不知道周姨那边 叶小琼欲言又止 叶冰冰知道叶小琼想问什么 你要怎么对周姨 我通通不管 你也知道 我们八部的你 狠狠抽周姨几个嘴巴 把她给抽行 叶冰冰很想问一问 杜兆机下一步的计划 但叶小琼说了 就有丢工作的威胁 叶冰冰还是忍住 俩人说了一会儿话 叶冰冰带着小游离开 那疯尘女一直在 偷偷打量叶冰冰 喜欢她 我只是看她生的量 到香港当明星都够格了 做嘴 这种话不要说了 让叶冰冰去香港当明星 好脸吃饭 被黑社会威胁 被有钱人包养 只是想一想 都像是在侮辱叶冰冰 该怎么办事 我早就仔细交代过你 事成后 我会付给你尾款 你要知道 自己是在替水办事 杜家人的钱不是那么好拿的 不就是个内地土包子吗 风尘女很有信心 她是真的上过 TVB演艺培训班好不好 第二天一早 杜兆辉早早在 电子广场那边等着 时间上的确太赶了 如果能明年年终开业 这个广场会尽善尽美 没办法 老头子把时间限定死了 他说二月决定胜负 那是多一天都没有的 还剩一个月时间 你说广告怎么投放 杜兵兵搞过了风水噱头 也搞过慈善捐款噱头 这次会怎么宣传电子广场 杜兆辉是真的好奇 你还没想好吗 不能再拖下去了 没有响亮的名字 怎么配合宣传 杜兆辉脸色微变 一脸不甘愿 其实我想好了 就叫称蓉电子广场 这样是最好的 现在 让我把一手打造的电子广场 同样命名为称蓉 我打从心里不愿意 杜兵兵大概明白杜兆辉的纠结 确定了就行 既然选了 就不用迟疑 每个人都要学会取舍 不要选了西瓜 又惦记葡萄 面子和李子 大多时候不能兼得 尽快把成容广场四个字弄上去 一定要醒目点 两人一起把已经装修的地方逛了一遍 刁冰冰让杜兆辉把广告团队喊了来 说了一下广告怎么拍 杜兆辉如听天书 等等 你再说一遍 现在连一家签约入住的经销商都没有 你就要说这是全亚洲最大的电子配件卖场 刁冰冰那眼神仿佛在看啥子 等所有人都知道了 这是全亚洲最大电子配件卖场 你还怕没有商家入住吗 可那是未来的发展目标 现在就把牛皮当事实说出去 不小心吹破了牛皮怎么办 刁冰冰磕磕笑 这方法你不应该感到陌生 卖楼花就是香港首创 连房子都没盖就敢卖楼花 你这广场实实在在盖好了 怎么就不能宣传 是亚洲最大电子配件卖场 这里是鹏城 是深南大邦 是未来的华强北 有啥不能办吧 不过是正应历史大趋势吧 顾兆辉嘀嘀咕咕 哎 你行吗 你要是觉得不保险 我这里还有个想法 这回 刁冰冰一说 顾兆辉就没配 这个办法好 你满意就好 哎 这种收钱给人当顾问的事 刁冰冰真不打算做第二次 教别人做生意 比他自己做生意还累 没问题就行 我给你的电话号码 你让人联系陈希良 他毕竟是干服装的 能很快把你需要的东西做出来 那你呢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事啊 你不用担心 有什么变故 咱们再一起想办法 一上飞机 刁冰冰和圣轩面对面 真是正 刁冰冰先回过神来 圣主任也去商都吗 圣轩点头 好巧呀 刁总 圣轩去商都能干吗 当然是看男朋友朱碎舟 这是真的巧 刁冰冰到了商都 第一个要见的人也是朱碎舟 这一路 刁冰冰和圣轩在无交谈 下了飞机 商都这边是徐仲义接他 圣轩自然有朱碎舟借机 还是碰见徐先生 我才知道 刁总是坐这般飞机 你和阿轩原本就认识吧 那我也免去为你们介绍 刁冰冰和朱碎舟寒暄 朱碎舟笑着相邀 择日不如撞日 恰好今天碰到刁总和徐先生 不如今天就去把合同签了 刁冰冰看徐仲义 徐仲义清清点 那合同肯定就没问题了 是徐仲义找人看过的 好呀 那就听朱老板的 车子刚离开机场一会儿 碎舟 你早就知道 刁冰冰今天来上都 你怎么不告诉我 我只知 他这几天会到 没想到 他和你坐同一班飞机 你没看见吗 他有其他人接机 郑轩胸口发闷 朱碎舟是个非常细心的人 他会不知道 自己的合作伙伴哪一天的 碎舟 你是不是一定要和刁冰冰合作 如果你哪边钱不够 我 阿轩 这不是钱的事 你看刚才那个接机的徐先生 他是归国的外商 这次是他投的美元 却坚持要把商场的股份送给刁冰冰 我上次问过你 是不是没办法接受我和刁冰冰合作 那时候我可以推掉这位徐先生的投资 那时候我能理解你是因为形势不同 短短两个月 潘艺军竞争的一跃而上 从我的夏季跳到上级 潘艺军凭什么 是刁冰冰故意推潘艺军上位 好打压我 这时候再让我冷静看待刁冰冰和你合作 我办不到 阿轩 你要是在鹏城上班不高兴 不如调动到商都来 这时候调动到商都来 不就是我认怂承认我比不过潘艺军吗 灰溜溜的像丧甲犬一样落荒而逃 你仔细想想 在鹏城待得不开心 在商都却是一片新天地 因为亚西亚商场 我未来两三年都要留在商都 难道我们要一直分居两地吗 我们也处了这么久 我满意你 你也满意我 等你把工作调动到商都 我们可以把结婚的事提上日程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你让我再想想 调动工作也不是马上就能办的 另一辆车上 刁冰冰将一张纸递给徐忠义 徐叔叔 这个东西你一定要收下 徐忠义接过一看 是150万美元的借条 他人就笑了 有两分生气 小刁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仍然把我当外人 徐叔叔 您看好这个朱老板盖的商场吗 当然看好 否则我为何要替你入股 这不就够了吗 你已经送了一个非常大的谢礼给我 现在花150万美元 能买商都亚西亚商场18%的股份 是因为它还没盖起来 您看好这块地方 也看好朱穗州的项目 我和您的想法差不多 亚西亚商场的前景应该非常不错 将来 18%的股份可不止值150万美元 我更希望这笔钱是您借给我的 徐忠义既然没打断他 刁冰冰就继续说了 我不是很想收下这150万美元的礼物 这是一笔大钱 但他同样会让我在 面对于奶奶时会不自在 好像我和于奶奶相处出来的感情 就是为了今日的厚礼 当然 徐叔叔您有您的立场 我也有我的 我想 为什么不折中一下我们俩人的立场 不如彼此都退一步 把这笔钱看成是借款 没有利息那种借款 让我用来投资赚取利润 这就已经是长辈对年轻人的扶持了 您认为怎样 刁冰冰说的有理有据 徐忠义竟然找不到反驳的话 两人僵持了两分钟 徐忠义还是收下了借条 你说的对 年轻人可以被扶持 我的行为是泰拔苗助长 那就按照你的提议办 谢谢徐叔理解 从机场 到了朝阳地产在商都的办公处 签网合同 朱穗周热情握着刁冰冰的手 刁总年轻有为 启航运作金沙池小区的方法 给了我很多灵感 以后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 一定能一起把亚西亚商场这个项目做好 朱老板客气 我只是投资 日常运营 还得朱老板说了算 现在合同签完了 我倒有一件事 想求朱老板 刁总请说 刁冰冰真的没有争权的想法 只是一个小请求 既然我和朱老板达成了合作 45号小楼很快会拆除 现在45号小楼 是由我亲戚在经营服装店 这样一拆 对他们影响非常大 我是想等商场建成后 让服装店能搬到商场内经营 朱老板认为如何 就是这样的小事 朱岁周看不懂这是什么招数 是对他的试探吗 这事儿好说 到时候让刁总亲戚 自己挑两间位置好的档口 今晚我做东 刁总一定要赏光 朱岁周盛情相邀 刁冰冰一脸歉意 实在抱歉 我还要回一趟老家线上 回母校处理点事 只能下次再和朱老板一起庆祝了 我们说好了 下次一定要让我做东 和朱岁周盛轩一起吃饭 刁冰冰没多大兴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